回到五街新闻来看到这个路灯差一点电死人的消息 台中县有这个爸爸呢 他为了要帮儿子抓野兔 结果他一时重心不稳 手就去扶到了路灯的这个灯柱上面 没想到灯柱的底座漏电了 他就被220伏特的电压给电极休克性命垂围 家属气的说要要求国陪 周太太守在烧烫箱加护病房门口 望着里头重伤躺在病床上的先生 昏迷了三天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差点回不来 戴上口罩 但还是南眼周太太憔悴的神情 意外是发生在这个月6号 他和先生带着三岁大的小儿子出门 在路上看到一只野兔 先生想上前抓 一个重心不稳 右手扶着路灯蹬住 没想到却遭到电极休克 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就慢慢的倒下来 他也叫不出来啊 你有去拉他吗 我有去摸他 我想说他在干嘛 我就去摸他 我就发现他身上都有电 周太太边说边站抖 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况 还是很害怕 但最令他不能接受的是 好端端的路灯 怎么会有电 而且还不止一次电伤人 那个路灯是不可能有漏电的情形啊 而且如果当时是小朋友 不管是谁的小朋友去摸到 那怎么办 对啊 而且那是路灯耶 那么多人在走路 回修人员检查过后 发现是登注底座进水漏电 但周先的一家五口 就靠他打零食工 每个月一万多元收入过活 现在人躺在家户病房 无端被登注电极 家属气愤 要求国赔 中天新闻里 孟章方品文台中采访报导 孟章方品文台中采访报导